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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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播出后 《红楼梦》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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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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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这个词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像仙境一样的人间园林 但玉曾经给大观园提过一个匾额 他给大观园提了 《世外仙园》四个字 还写了一首《五律》 《明园住何处》 《仙境别红尘》 《大观园》 《非人间所有》 《它是有别于俗世之外的仙境》 《啪》的意思是花 《浪月仙啪》意思就是 人间仙境中的花 那么《红楼梦》里 谁是人间仙境中的花呢? 曹雪芹在书里 用花来比喻《红楼女儿》 他笔下直接点到的花 就有好几朵 我们翻翻第六十三回就知道 黛玉是芙蓉 宝钗是牡丹 探春呢是杏花 香芸是海棠等等 可是大观园里满园群芳 浪月仙啪只能有一朵呀 那应该是谁呢? 我认为是黛玉 小说第一回写黛玉的前身 不是花 是草 它是西方灵河岸上 三生石畔的一棵酱猪草 下凡之后呢 黛玉变成了木 它姓灵 灵是双木 它叫黛玉 黛玉这两个字 可以理解为深绿色的玉 古人经常用绿玉 来指代竹子 而且我们知道 黛玉非常爱竹子 她的萧香管理 翠竹夹鹿 竹影参差 曹雪芹还给了她一个 萧香妃子的别号 而萧香妃子 跟班竹又有关系 这样看起来 黛玉前身是草 下凡后是竹 她是草木之人呢 她不是花呀 大观园里的仙趴 怎么会是她呢 是她 曹雪芹在描写 红楼群芳的同时 还精心塑造了一个花魂 这个花魂出生在 二月十二花糟节 她的生日 跟百花的生日同一天 她受了委屈 一个人站在花音下哭泣 哭泣 哭声惊飞了 肃鸟欺压 书上写道 花魂默默无情绪 鸟梦痴痴何处惊 忙中节 大观园 鉴别花神 跟百花告别 曹雪芹安排花魂 在这一天葬花 用诗的形式暗示了 红楼群芳 都逃不开飘零的结局 那么花魂是谁呢 黛玉 大观园里千红百雁 花魂只有一个 仙趴只有一朵 那就是黛玉 当然浪怨这个词 也可以不理解为 人间园灵 舅说它是仙境 待遇是天上的鲜花 也是可以的 这根书上说 它是降猪草 不矛盾 小说第五十回 暖香屋 雅致春灯迷 写大伙在暖香屋 制作灯迷 离起编了一个 迷面是萤火虫的银字 用这个字打一个字 大伙猜了半天 后来宝琴猜出来了 他说谜底是花草的花字 大伙问 银与花何干 是呀 读者也想问 萤火虫跟花有什么关系呢 按说这个谜是宝琴猜出来的 得由他来解释对吧 可是曹雪芹撇开宝琴 他让黛玉出来解释 黛玉笑着说 妙得很 萤可不是草化的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萤火虫的雌虫 会在水草边残卵 慢慢化涌成虫 所以古人误以为 萤火虫是腐烂的草 变成的 萤是草化的 草化就是花 花字不就是由草字头 下面加个变化的画 组成的吗 有读者很认真的阅读了 第五十回 认为曹雪芹 让黛玉代替宝琴 来解释这个字迷 就是为了引出 他既是仙草也是仙花 因为花是草化的 我觉得这样理解仙趴 也说得过去 西方灵河岸上 三生十盼 黛玉的前身 降诸仙草 为了报答甘露之会 追随神英侍者来到人间 发誓要用一生所有的眼泪 偿还前世的恩情 因此浪愿仙趴 与无瑕美玉 今生注定要相逢 那么这一幕一时 在人间的初见 是怎样一番场景 草雪芹笔下的这块美玉 究竟是温润无瑕 还是草莽顽烈 他又为何要让宝玉 担当富花使者的使命呢 一个是浪愿仙趴 唱的是黛玉 那么一个是美玉无瑕 唱谁呢 跟黛玉对应的自然是宝玉 按照书里的设计 宝玉的来历 可以上述到遥远的女娲补天 当年女娲练食补天 她练出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碗石 多出来的那块零头 后来没派上用场 女娲把它扔在大荒山 青梗封下 别的石头都承担了补天大任 只有自己被淘汰 这块石头就很郁闷 经常自怨自叹 直到她被幻化成 善罪那么大 鲜银鸣结的一块美玉 并且被放进宝玉嘴里 和她一起下凡 作者还设计了一位 天界的神英侍者 她是宝玉的前身 由她来灌溉黛玉的前身 降猪草 从而完成 宝黛二人 牧师前蒙的地阶工作 银的意思是玉光 神英就是通灵性 有光彩的玉 通灵性有光彩的玉 不就是通灵宝玉吗 所以宝玉是块美玉 这是无疑问的 容易产生理解分歧的地方是 它这块玉称得上无瑕吗 神英侍者居住在西方灵河岸边的赤霞宫 赤霞是什么 作者没说 但是批书人解释了 他在赤霞宫旁边坐住 玉小赤也 又玉有病也 这块玉上面带着红色 有病是说 它有瑕疵 不那么好 不那么尽善尽美 这样看起来 宝玉嘴里闲着的那块玉 无财补天 被女娲废弃 她的前身神英侍者呢 又居住在赤霞宫 这是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 书里宝玉这个形象 也是有瑕疵的呢 可如果是这样 网宁玉为什么说她美玉无瑕 难道一个是美玉无瑕 唱的不是宝玉吗 黛玉第一次进贾府 小说通过她的眼睛 对宝玉进行了外貌描写 然后作者推出了两首《西江乐》 评价宝玉 说宝玉外貌极好 底细如何呢 第一首《西江乐》是这么写的 无故寻仇密恨 有时四傻如狂 纵然生得好皮囊 腹内原来草马 潦倒不通事物 鱼丸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章 哪管世人诽谤 这个评价可真不高 第二首继续插评 富贵不知乐业 贫穷难耐凄凉 可怜辜负好韶光 语国语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 古今不孝无双 既言頑固与高粱 莫孝此而行壮 从这两首词看 宝玉跟无暇 完全沾不上边 这些句子 语言激烈 批评尖锐 又是草马 又是鱼丸 无能不够 还要加上不孝 这何止有瑕疵啊 简直就是败家子呀 如此差评 是不是说明 曹雪芹对宝玉也不看好呢 表面看是 其实不然 曹雪芹的态度很矛盾 他一方面痛斥宝玉 为什么呀 无才可去补苍天 网入红尘若许年啊 批评宝玉 是因为曹雪芹 写这部剧著的时候 曹家的富贵已经远去 他心里藏着自己 一事无成的悔恨 这样骂宝玉体现的是 曹雪芹的反省和忏悔 宝玉身上有作者的影子吗 可另一方面 曹雪芹并不打算 朝着败家子的方向去写宝玉 这个人物在书里 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作者要通过宝玉 大致谈情 写情 不光是宝袋之间的爱情 还有美好青春生命之间的 互相真爱 是《红楼梦》的重要主题之一 曹雪芹把宝玉全力塑造成一个 意淫之人 什么是意淫呢 意是情意 淫是过多 过度 意淫就是情意多到了超过现实世界 能够接受的度 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这个痴情他生来自带 这痴情让他对规格中的女儿 一往情深 这样的宝玉 当然不可能被当时的上流社会接受 尤三姐说 宝玉不大和外人的事 意思就是宝玉不合时宜 作为贾府未来的继承者 宝玉应该动名世事 练达人情 而绝不应该意淫 所以他跟父亲总是不合拍 在俗世眼里 总在女儿堆里混 有爱红毛病的宝玉是有瑕的 他这块玉上带着红色的瑕疵 曹雪芹写那两首西江乐 还透着这么个意思 就是我知道宝玉不受俗世的欢迎 俗世一定认为他有瑕 那我干脆替你们骂他一顿吧 西江乐 并不能代表 曹雪芹对宝玉真实的看法 你看他写景焕仙姑眼里的宝玉 天分高明 北晋王眼里的宝玉呢 语言清楚 谈吐有志 呆玉眼里的宝玉就更不用说了 他可是带着满腔的情意和一生的眼泪 追随宝玉下凡来的 这样的宝玉有瑕吗 再来看看宝钗的态度 作为宝玉生命中另一个重要女性 宝钗怎么看宝玉呢 宝钗的一首用白海棠诗 那里边有一句 仇多焉得欲无痕 意思是仇多则欲有痕 白海棠不多仇 所以它白得那么纯粹 像无瑕的欲一样 批书人说 宝钗这句诗是讽刺林宝二人 林宝指的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 宝钗讽刺他们什么呢 讽刺他俩有私情 这私情使他俩仇多 所以黛玉和宝玉因为仇多而有痕 按说宝钗不是俗人 可他的字典里没有情爱二字 他对宝玉的看法带有传统礼教色彩 不能代表曹雪芹的原意 红楼梦为规格中不平凡的女儿割刹 而宝玉是深情守护她们的护花使者 曹雪芹要让她见证群方流散 花落水流红 宝玉意淫 可他的意淫不是占有 而是对女儿的理解体贴和尊重 她对红楼女儿的态度体现了玉的温润 这块美玉难免被世俗中的声色污染 可是不用急 慢慢读下去 随着小说的展开 我们会发现宝玉即使蒙尘 她也会一步一步在黛玉含着眼泪的爱里 回归她的清朗通透 宝玉不是一块有痕的玉 她美玉无瑕 降诸仙草与神英侍者的前世缘分 化作了林妹妹与宝哥哥的爱恨情仇 二人在大观园中赏景赋诗 携手葬花共读西乡 那每日的燕窝泪湿的手帕 都是彼此心意的见证 然而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 最终却落得心愿成空的结局 一个泪尽而亡 一个顿入空门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霄香断有水帘 曹雪芹本人为何要留给这对军 眷履一个网字揭押 一个空牢牵挂的结局呢 网宁玉中的网字又应如何理解 这样我们就弄清了 一个是浪怨仙趴 一个是美玉无瑕 说的是黛玉和宝玉 那么网宁玉唱的就是他俩 唱他们什么呢 黛玉好比人间仙趴 宝玉恰似美玉无瑕 如果说没有奇特的缘分 为什么今生今世 他偏偏遇见他 如果说有奇特的缘分 为什么心事化为乌有 他们的爱情成了空话 黛玉长须短炭 炭也无用 宝玉先挂忧心 忧也徒劳 他对他像照在水里的月影 他对他像印在镜中的春花 都渴望不可及 无奈何 只把虚幻化 想想他们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呀 怎么惊得起 从秋流到冬 从春流到夏呢 网宁玉唱出了 宝黛二人情感的不完美 《红楼梦》是未完之作 可无论谁来叙述 都不能为他俩加上欢喜结局 因为《网宁玉》这首歌 已经定调了 宝玉和黛玉拥有最真最纯的感情 他们本该是完美的一对呀 浪月仙趴就该无瑕美玉来配 如果没有缘分 大不了擦肩而过各自西东 可他们偏偏有缘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宝玉说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黛玉的反应完全一样 她在心里惊讶 宝玉何等眼熟到如此 那是三生石畔街下的奇缘 这奇缘注定降诸仙子和神音侍者 要在甲府重逢 读者眼看着这奇缘在人间 生根发芽 甲母说得好 不是冤家不巨头呀 有情人终成眷属 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可谁能料到 尽管他俩呵护着这份奇缘 这奇缘也的确在人间 开出了令人羡慕的花 果却久久不结 天就是不随人愿 那么黛玉是应该遇见宝玉呢 还是不该 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回答 其中的无奈 曹雪芹也没法解释 她只能一声长叹 网凝眉 什么是网凝眉呢 网是徒劳 白白的 凝眉和皱眉一样 网凝眉意思就是 白皱眉 白发愁 谁皱眉呢 当然是黛玉 书里描写黛玉 说她长着两弯四醋 飞醋眷烟眉 一双四气飞气寒露目 她的眉头四醋飞醋 寒忧带愁 醋也是凝眉 黛玉凝眉是与生俱来的 两个人心意相通之前 摸不清对方的心思 免不了经常怄气吵架 心意相通之后呢 情况该有所好转吧 没有更糟 先怕有情 美欲有义 可谁来替她们做主呢 好花她接不了好果呀 所以在兑现牧师前盟的过程中 黛玉有凝不完的眉 流不完的泪 宝玉也一样 白操心白牵挂 她俩为一个 净花水月的虚幻结局 忙活了一场 这不就是网宁媒吗 这首歌唱出了 宝代情感 无可奈何的哀怨 两百多年过去了 读者站在书外 看热闹也好 感同身受也罢 都难免替她俩 惋惜 可是惋惜之后呢 网宁媒 《网宁媒》歌词很简单 但这个网字令人回味 当我把宝代二人 天上结盟 人间环类的故事 再次捋过一遍后 不禁想问 黛玉的宁媒真的枉然吗 宝玉真的为她空牢牵挂吗 从作者的角度看 是 违反封建礼教的自由恋情 不容易 作者安排他俩 在私自相爱的过程中 宁媒 叹气 牵肠挂肚 却不安排他们 如愿以偿 为什么呢 先在宝玉口中的那块石头 当年在大荒山 青梗峰下 听说红尘繁华热闹 动了繁星 想到人间的富贵场中温柔乡里 去想几年福 一声一道告诉他 红尘是有些乐事 可是不长久 乐极生悲 人非物患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还是不去吧 可石头坚持要下凡 一声一道说 那行 就带你去吧 将来如果不得意 别后悔 这句话相当于 为石头下凡后的经历 定了调 将来他会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基本上埋下了伏笔 石头要在人间 历尽离合悲欢 炎凉事态 他不仅要见证 荣华富贵 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更要眼睁睁的 看着美好的青春结束 花一般的生命消逝 石头的经历 就是宝玉的经历 曹雪晴要写的 不是大团圆结局 他要写的是千红一枯 万艳同碑的故事 宝钗的命运终身物 带于一生网宁煤 炭春以分骨肉结局 王熙凤将被聪明泪 有没有例外呢 真是尹家的丫头 焦姓是个例外 他偶然回头看了两次 甲雨春 就被他视为知己 后来做二房生儿子 又碰上甲雨春 死了正房夫人 把他扶正成了人上人 焦姓好像不在千红一枯的队伍里 可你看看曹雪晴给他起的名字 焦姓就是矫姓 他这一切都是侥幸得来的 侥幸的好事能复制吗 所以《红楼女儿》 没有一个能逃开千红一枯 万艳同碑的命运 没有这些悲剧 小说最后走不到 时尽鸟头铃 落了片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的虚无之境 宝玉生命中最大的毁灭 就是黛玉死亡 和他俩心愿成空 一个网字接呀 一个空牢牵挂 他俩就算把一生的眼泪流尽 也于事无补 曹雪晴深爱着他笔下的 这两个人物 可他只能把他们的故事 写成网宁媒 牧师前蒙的命运 在曹雪晴的叛词中早已注定 这一幕一时 从天上至人间 从前世到今生 真心缘起又落空 两情相悦却难守 少男少女的一往情深 终究是抵不过现实的百般无奈 怎能不令人肝肠寸断 然而万两黄金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 宝黛二人将年少最成静的心意 献给彼此 朝朝暮暮相知相伴 那么黛玉的宁媒 真的只是枉然吗 宝玉的牵挂终究有没有错付呢 他们的爱情究竟是 净花水月一场空 还是高山流水玉知音呢 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诗词红楼第二部 第一集 不往凝眉 站在宝黛二人自己的角度呢 待遇的凝眉也是枉然的 将周仙子把眼泪还给神音逝者之后 是要回到天上去的 可是人间的宝玉和黛玉 看不到这个宿命 他们满心希望牧师前盟能够成真 情虚观的张道士想给宝玉说清 其实也没真说就啰嗦了几句 宝玉不高兴了 表示以后再也不见这个多嘴的道士 黛玉呢 薛姨妈自告奋勇 要去贾母跟前 替她作媒 把她说给宝玉 黛玉不方便回应 曹雪芹就安排子娟出场 子娟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说 姨太太既有这主意 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 黛玉骂道 又与你这妻子什么相干 她嫌子娟多事 可谁都知道黛玉和子娟是大观原理 关系最好的一对主仆 她俩好的像闺蜜 子娟的反应就是黛玉的 她替她家姑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宋慈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宝玉和黛玉既希望两情久长 又渴望朝朝暮暮 遗憾的是 小说不打算给她俩安排 这样的好结果 前八十回里 她俩无数次淋风洒泪 对月长叹 数不尽的不眠夜 操不完的牵挂心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 虽说有奇缘 心事终虚化 无论他俩怎么努力 都留不住对方 黛玉的凝眉 不是枉然的吗 可是作为今天的读者 你觉得黛玉凝眉长叹 宝玉牵挂忧心 空还是不空 枉还是不枉呢 为一场没有好结局的情感 所有流过的泪和叹过的气 似乎都白搭 可是如果我们撇开结局 不以得失论悲喜呢 没有好结果的情感 一定徒劳吗 子娟说 万两黄金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 宝玉就是黛玉的知心人 黛玉的世界很简单 除了诗歌就是爱 这样的人 即使在自由亡国大观园里 也未必住得安稳 圆子里三天两头 往王夫人那边打小报告的婆子多了 好在有宝玉懂得她 珍惜她 妹妹一天吃了多少饭 好妹妹 刚吃过饭 别忙着睡 我给你姐妹混过困去就好了 子娟 你家姑娘夜里咳嗽好些了 吃燕窝不可间断 不便跟太太要 我去老太太跟前露个风 等等等等 暖心的不得了 神音逝者 在天上用鲜鹿灌溉降猪草 使她存活下来 宝玉则在人间 用深情编织温暖的网 把黛玉护在网里 她的细心体贴 足以抚慰黛玉生命中所有的孤独 两个人吵了架 不用两盏茶功夫 宝玉就会道歉 坊间流传的金玉良元一说 横在黛玉心头 事单利固的她 看不到爱情的希望 宝玉安慰她 活着 咱们一处活着 不活着 咱们一处化灰化烟 发生在宝黛二人之间的 温情片段 书里很多很多 年轻的现代读者 阅读时要有心理准备 用今天的话说 这些片段很纯情很虐 曹雪芹原先设计的故事里 不会有叙述中的吊包记 黛玉可能在 宝玉取宝钗之前 就泪尽而亡 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黛玉注定往凝眉 那这样的悲剧还用往下看吗 还要 因为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 宝黛二人情感过程中的美好 蘸花 她们一起 偷看禁书 她们一起 挑战世俗规范 追求自由 她们仍然一起 在我看来 拥有如此知己 获得如此深情 黛玉即使一生凝眉 也不枉然 或者说 枉是黛玉的宿命 不枉是她获得真情 宝钗后来嫁给宝玉了 可她的结局并不好 她和黛玉一个终身物 一个枉凝眉 谁也不比谁更幸运 中期季玉 奏流水已和禅 既然遇到了中子期 柏牙可以尽兴地弹一曲 高山流水了 宝玉就是黛玉的中子期 她永远能读懂黛玉诗里的悲伤 黛玉为宝玉写过诗 比如提帕三绝句 那么宝玉为黛玉写过吗 也写过 宝玉为黛玉写过一支曲子 哪首曲子呢 请看下集 香丝红豆 MING PAO TUNED